早餐要吃饱 一天精神才会好 有民众选择阳市作风 吃麦片 一份麦片吃饱饱 不过这糖分热量有多少 饮食指南建议有写 民众最好搞清楚再开口吃下肚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WHO 三月初改变建议 过去摄取糖分占一天总热量的十分之一 不过此刻改变建议 糖分摄取量应该缩减剩下二十分之一 极减二分之一的量 跟人类近年来罹患的疾病有关 可能对于我们一些代谢症候群 糖尿病还是说像一些高血脂 甚至可能造成一些肥胖 蛀痒等等的问题 喝饮料或吃优格 把甜点饮料吃了喝掉 摄取的糖分一不小心就会超标 如果以一碗早餐麦片来看 就含有四茶匙的糖分 换算下来大约二十克 也逼近糖分摄取标准 全球美人每天摄取糖分 2003年统计大约五十八克 十年后2013年却增加到六十三克 超过标准两倍多 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里面 会时常摄取很多的一些饮料 还是说一些零食加糖的食物 那这些食物里面 如果没有严格的摄取的话 是很容易会超过这样的建议量的 民众千万别自以为 早餐吃饱吃得健康 一份麦片或一份油格 确实含糖分 但逼近建议值 如果贪嘴不忌口 吃饱之际 却也把疾病给吃上身 记者公寓者陈梦辉 台中彰化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